女傲学者袁洪斌透露,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由原上将为首的红二代达成共识,要推翻习近平,组建新党,消息出口转内销,引起中南海恐慌。 习近平大权独拦,却陷入更严峻危机,十多位高级将领最近被他撤职,社会各界反升四起,尤其红二代出现集体逼宫。 袁洪斌近日公开透露,中共内部人士通报,红二代达成集体共识,不惜推翻习近平,阻止他把中国拖入倒退和战争的危险境地。 据悉,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,包括刘元、邓朴方、胡德平、陈元、马小丽、罗点点、还有叶剑英、贺龙、徐向前的子女等等,包括薄一波的子女。 还有一批被习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,习队火箭军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。 消息曝光后,反响激烈,有人相信,有人不信。 袁洪斌透露,当局很恐慌,找了几个红二代让他们出来否认,但让现在没有一个人出来否认。 袁洪斌对大纪元说,习近平在2023年10月底知道红二代的动作后,就做了三件事。 一件事就是公开宣称,他要在中国全面推进所谓的封桥经验。 封桥经验核心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刚,实行群众专政。 这个动作就是对红二代的一种威胁。 第二件事就是,最近习近平高调纪念毛泽东,给毛泽东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调评价, 当局还鼓动在韶山地区举行了数万人的纪念毛泽东的集会。 他认为,这实际上,以向刘元为首的这些红二代提出了一个警告, 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忘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, 你们所经历的,你们的家族所经历的遭遇。 如果必要的时候,习近平还会采取这样的方式, 发动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们。 第三件事是我刚才讲的,就是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的发表声明, 说明他们没有参加这个共识。 但是,据我所知,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接受了习近平的这个胁迫。 袁洪斌说, 此前,袁洪斌爆料, 胡二代群体已形成以下共识。 一,习上台十年, 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, 倒退回文革路线, 最严重的是习正推动战时体制, 准备发动台海战争。 二,习摧毁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, 经济弥生恶化, 社会危机一触即发, 对外搞战狼外交, 中国在发达国家体系中成为公敌。 三,剥夺习主宰中国国运的权利, 改造中共, 使之转化为社会民主党, 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, 放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, 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等。 袁洪斌称, 习正遭遇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。 前中纪委书记未进行的撞导人王有群说, 上述爆料是习把红二代几乎得罪光了的一种反应。 2024年, 习可能面临强倒众人推的危局。 与美学者无所来披露, 习近平希望刘元的事情到此结束。 习自称, 上海前对几个家族都有承诺, 不动他们。 习母也告诫, 除非他们先动手, 否则不要动他们。 但是捡群鞭可以。 吴小辉那样的人必须捡掉, 王岐山的大秘, 任志强等也不例外。 习说, 只要刘元不去动员军队搞造反, 只是说些新民主主义观点。 随他说吧, 他再也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了。 这些人, 关在家里, 与关在秦城没什么区别。 近来, 中共体制内, 频繁出现暗中批评, 或讽刺习近平的声音。 据大纪元报道, 北京已经设立了专门护卫习近平形象的护系专班。 去年12月, 大陆曾经很火爆, 针编石壁的杂志, 杂文选刊, 最后一期封面漫画讽刺, 喜欢给中国人民, 摆至世界各国指名方向的领导人, 将人们指向深渊。 去年12月25日, 陆媒财新周刊发表题为, 重温时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, 按批习误党误国, 该文被下架。 今年1月4日, 陆媒第一财经又刊发一篇题为, 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的社论。 社论表示, 当前中国经济诸多问题依然突出,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对权力进行约束, 矿定边界, 矛头暗指习近平。 香港作家严纯沟表示, 不便是死, 便也可能死, 中共今日的处境, 便是不死不活, 欲死欲活, 将死将活。 2024年, 内外矛盾交叉互相激化, 人民的愤怒与党内的崩解互相呼应, 习近平已焦头烂额, 中共已千疮百孔, 由缘们的振臂一呼, 其结果可能是成也萧何, 败也萧何。 全国范围内对习的不满将变本加厉, 再结合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共高潮, 习就支撑不了多久了。 反腐十年后, 最近中共在先整肃潮, 秦刚、李尚福两名国务委员及大批将领落马,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连续喊出12个自我革命。 专家表示, 中共的反腐实质是政治清洗, 因为不得人心, 可能引发造反, 习近平等于是自掘坟墓。 中共党魁习近平1月8日上午, 在中共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声称,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, 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等等。 中共央视画面显示, 习讲话时表情凝重, 一脸怒容。 习虽然宣布, 十年强力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, 但紧接着又说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 而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, 在五年前, 习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, 只是这次加上了全面巩固四字。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启第三任期之后, 亲信全面登台, 政治局清一色习家军, 国务院各部委的职务, 也是由其或远或近的亲信担任。 在经过十年选择性反腐, 清除了所有反对派之后, 被习亲自提拔的重要人物, 又一个接着一个失踪, 落马, 下落不明, 当中包括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。 习近平一手进行军改后重建的军队, 整肃愈演愈烈, 去年底, 九名高级军官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, 还有三名军工企业高管被撤销政协委员职务。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, 1月9日对大纪元表示, 共产极权政权是靠最高领袖, 主导的不断的政治清洗来维持存在的, 清洗停止了, 那么他就会垮台。 他说, 共产极权这种清洗是从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开始的, 以前用内奸叛徒加上路线斗争, 毛稿的清洗也类似抓叛徒、内奸、攻贼加上路线斗争。 到了习近平的清洗就是打着反腐败的名义, 利用群众对腐败的仇恨、 仇富、仇官拿过来作为政治清洗的手段。 习在讲话中接连提了12次自我革命, 称要把自我革命搞得更加严密。 他还要求掌管反腐的中纪委必须始终做到绝对忠诚、 绝对可靠、绝对纯洁。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紫云, 1月9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, 中共极权政府的反腐和民主政府反腐的差别, 在于民主政府反腐败, 一切是依法依规, 中共所谓的反腐是整肃的工具, 这是最大的不同。 冯仲义表示, 在民主国家, 官员的财务是公开的, 有司法独立, 媒体独立, 中共都没有, 要求官员公事财产的徐志勇, 很快就被抓进去。 中共是把司法彻底掌控在手上, 用中纪委这种特务机构来反腐, 它从来就不是现代意义的反腐, 就是一个政治性行动。 它是不会停止下来, 但它也不可能阻止腐败的发展。 大家都贪, 看谁倒霉, 倒霉是他认为你跟他不是一条线的, 或者是为政治需要。 冯仲义表示, 最近对火箭军的清洗, 背景就是习要打台湾, 但是那些职业军人, 根据他们的理性分析, 认为打仗是打不赢的, 但打输以后, 习近平要拿他们来论罪, 所以他们就躺平, 不配合习。 军队跟他离心离德, 不愿意为他背过, 他现在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些人都打下去, 来安排绝对忠诚于他的人。 习在讲话中提及如何成功跳出,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, 这是一个事关亡党的话题。 苏子云说, 习担忧亡党可能会变成真的, 在一党独裁之下, 贪腐是没有办法根绝的。 习近平上台之后, 已经整肃了大量官员, 但贪腐问题越捅越大, 捅到最后, 可能连共产党自己都失去他的统治根基了。 反贪是重中之重没错, 可用的是无效的做法, 越反贪腐, 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就越弱, 军队也是一样, 越反贪腐, 军队就会反习近平。 因为你不得人心, 无法公平去处理这些事物, 等于是自掘坟墓。 网民东方华在X平台表示, 习打掉多少旧贪腐, 就能产出多少新贪腐。 这批习金字提拔的军类朔署, 就是最好的权势。 网友Red Zebra说, 围着粪坑打苍蝇, 永远都有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